美国的这学生呢 进行暴动的时候 那么他们表达抗议时 现在连TikTok连Zoom呢 都被拿出来讲了 是不是又怪中国这些平台了呢 我们看到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抗议活动 这个由警察来突袭 那隔天呢 耶鲁大学示威者 他们也搭起了帐篷 然后呢 全国有数十所的其他学校 两百多名的学生 他们同一天呢 就用Zoom来电话视讯会议 那么来制定策略 他们研议要复制各大的抗议行动 但是没想到 这个纽约大学呢 有个教授说 哎呀 美国年轻人 就是呢 正在被TikTok上的内容给操纵了 这个教授就是白痴啊 那个我看X也一大堆啊 他为什么只看TikTok啊 FB也一大堆啊 所以你看我这随便一翻就是啊 这是X啊 因为Twitter老板不是有害人啊 就马斯克嘛 所以马斯克很自以为 很感到骄傲啊 说他的Twitter啦 就是X啦 提供了媒体平台来公布真相啊 所以这个教授就是个 非常有偏见的人嘛 实际上更多人是透过X看到的 没错 因为美国有X的人远超过TikTok啊 所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啦 不过这个事情 反正就是以色列打拉法之后你就知道了 好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 是不是对于拜登的选情呢 是雪上加霜 我问一下这个介大使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呢 白宫在27号有个记者协会的晚宴 结果没想到呢 拜登是走后门进去哦 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当天呢 他的这个白宫前往晚宴的时候呢 他是选择跟以前不同的路线 避开了示威的人群 因为有一些人还是在门口这个示威 那他的这个演讲呢 持续大约有10分钟的时间 但是没有提到正在进行的战争 还有加萨走廊 日益严重的人道危机 所以呢 看一者就大言说 你们这太可耻了 好我们就来看到 拜登现在真的是雪上加霜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盖洛普呢 最新有一个民调 他成为了70年来 最不受欢迎的美国总统 他上任之后 第13季平均的施政的满意度 只有38.7% 是在盖洛普的民调 史上垫底最下面一个就是他 那他的支持者 支持率呢 甚至比这个卡特 还有卷入水门案 丑闻的尼克森还要糟糕 所以对他接下来选情 真的是 影响会很大 对我觉得这个民调 正好验证了这个 川普讲拜登一句话 他说拜登是美国历史 有史以来最差的总统 而且他比最差的十个总统 也加起来还更差 那我觉得这个民调已经 几乎要验证了川普的话 那不过就是说川普这个选情 如果说他这一次以阿战争 这个他没有好好处理的话 尤其对这个学训 而且现在已经外溢到社会的反对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他这个记者 这个年度参宴 事实上话 我看了整个这个思维 基本上不是以学生为主 是以社会人士为主 所以他们这个追着去参访的 这些参加的晚宴的记者 就一直叫说你们这个可耻 然后你知道这边已经 已经有多少记者被杀了 你们为什么不公正的报道 你们是不是帮凶 那那个举行晚宴的地方 也很敏感的 你知道那个是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 当年雷根就是在那个吃完饭 以后走出来 被刺客打了一枪 所以他特别的小心 所以他特别的小心 他就走后门了 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说 我认为就是说 这一次的这个好 美国这个国内尤其学运的话 对这个川普来讲的话 对拜登来讲的话极为不利 为什么因为美国年轻人 都不太喜欢川普 对那美国的年轻人 大部分还是比较支持 这个民主党的比较多 可是他们并不会因为这些 这个所谓的这个校园事件 去支持川普 可是呢他们不会把 他们就可能选择不投票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如果说拜登不能好好处理 目前他面临的这个 所谓校园思维危机 他能够做出断然的举措的话 那么他今年年底的选举 必败就遭殃了 有两个民调 拜登本来20到29岁年轻人 是领先川普20% 20% 现在只剩下3% 这也差太多了 那真的对他一个来讲 就狂掉 狂掉是一个非常大的 那他们也不是跑去川普那边 他们就不愿意回答 就是拒绝先不回答了 对不投票了 不投票了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 这个韩冰哥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南韩呢 要面临的是嘲笑野大 南韩总统乙兴越呢 跟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 李在明在今天下午呢 总统府举行的会谈 那这是呢 从这个2022年5月呢 乙兴越就任总统以来 首次的朝野会谈 李在明在会中有要求说 乙兴越要同意向全民复发 25万韩元 就他大约是台币6450万 这个6450元的这个纾困金 所以现在是怎样 总统换人当了吗 其实当初隐学白就只隐一点点而已 他是超低空 其实我当时觉得 那是因为选址制度的问题 照正常情况来讲 他们两个应该共治才对 因为他们才差零点几而已 那当然现在尤其是因为 他这其中选举又选输了 那就更没什么好讲你必须要 当然要尊重在野党的意见 更何况 乙兴越现在面临非常大的国内危机 光是一个医疗这个东西 如果你再不解决的话 那我看南韩社会整个要暴动了 因为这就是乙兴越以为 他可以用这种非常强制的 高压的手段直接去压着 然后让这些人不敢造反 结果是 他错估了韩国人的形势 就是 奇怪我不知道 他是韩国人 我们是台湾人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比他了解韩国人 因为韩国每次 这种示威游行抗议都是超级激烈 你怎么会认为说政府 只要稍微强硬一点 他们就会退缩呢 结果现在这些人是变得更激烈 那就变得你政府如果再不示弱 再不跟在野党合作的话 你这个风潮压不下来 我都不知道尹徐叶这个总统 到底要怎么干下去 接下来看到日本跟韩国 这个日本的情况 我请教一下亮哥 因为呢 我们看到这个岸田文雄呢 是不是也有一个很大的打击 28号呢 日本举行的三场的补选 那执账的自民党的三战都是败的 那最大的在野党呢 立宪民主党赢得所有的席次 那美日新闻就说这次补选是定位为 预测岸田首相未来走向的一个试金石 所以他接下来是状况也很不好 尤其是日元 已经是跌破了160元大关了 你怎么看 而且这三个选区有一个选区 非自民党从未赢过 还让他赢了 对 从未赢过 这个当然人家就把当作岸田的一个风向标 因为日本自民党本来总裁就要在9月前改选 所以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冒出一些挑战者 那日本媒体也会因为这样做出一些对岸田不利的报导 就说你就是只搞美日关系嘛 都忽略了国内的经济嘛 你看日币跌破160了对不对 所以日本央行今天做了重大举措 进场买要捍卫日元 所以这算是已经进入进行干预了吗 当然他非干预不可了 就是等于是进场卖美元买进日元 不因为已经跌得不像话 因为你如果破160有人认为会到170 170还有有人说1到180 不因为这个就是崩盘了 崩盘就非理性了 那整个全球的股市会市都会跟着有决定的 这个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这个日本照理讲日币贬值到156就已经很严重了 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它的出口增加 这表示它的经济也出了问题了 你不觉得日本日币贬值只好到旅游业吗 还有房地产 就一堆人跑去日本买房地产 一堆人跑去日本旅游 对不对 那奇怪你的出口竞争怎么没有增加 对所以到底哪里出问题 我就觉得除了丰田之外 日本真的现在出口行业都不是很强 这个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是并没有表现在出口的强劲竞争力 照理讲应该会吧 因为你东西会变便宜 日本会不会破产 破产倒是不会 因为它的债大部分是日本人自己持有 那日本人蛮爱国的啦 他没有欠外债 对 他是欠国内债 因为他们也不出国玩啦 日本对啦 就说你要换美元嘛 可是日本人不会把自己的日本国债都卖掉啦 不会啦 他们蛮爱国的啦 所以接下来日本还会再跌 我认为岸田 坦白讲啦 岸田跟尹席月两个人就一对宝啊 一对宝 都一面倒在搞美国关系嘛 结果选举都一塌糊涂 所以他们两个要成为诺贝尔奖的这个提名人啦 这个是可能是枯手的吧 微报报道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